嗨,大家好,我是达西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好织好看的门筋方法 过去我们在织这种门筋的时候呢 一是单独织这么一个门筋条再缝上去 二呢,就是织织织的时候带着门筋一起织 那样呢,织的总是不是很如意 今天呢,我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 就是边织边挑 我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我边还有两针 这个地方才是门筋 你看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 这样织的门筋呢,特别语贴 而且呢,也很简单 不需要你再去缝合 另外你看里面呢,也很板针 它不会说是里面毛毛糟糟的 往往我们在织门筋的时候呢 如果是挑织的话 这个地方就有毛毛糞糞的 我们为了减少这种毛边 还要再织上一个这个门筋条在里面 因为线比较粗 那样呢,也不好看 所以今天我采用的这种方法呢 也是突发奇想 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用这种方法来织的 我这么织了以后呢,试着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呢,这个毛衣还没有织完 我就先推荐给大家这么一整织门筋的方法 具体的操作,下面我来演示 在织之前呢,要先定位抠眼的位置 这个抠眼的留法一般是怎么留呢? 就是男的留在衣服的左片 女的呢,是留在衣服的右片 那我这是一个男宝宝的衣服 所以呢,我就留在了左片 然后呢,从这个领子剪针的位置 稍微往下落下来 两行,开始留抠眼 这个位置定好了 还有最后这个地方 定好了位置以后 中间的这些 你数边的小边,多少个以后 你把它平均的分上就行了 一二三,这是三个扣子 我一共缝五个扣子 这个扣子呢,一般是留单不留霜 所以呢,我就还是五个扣子 虽然这个衣服很小 五个扣子呢,看着好像挺密的 但这样呢,也很有特色 也挺好看的 留好了以后,把它这个位置定好了以后 就放在这儿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就知道 在这一行上,我们要留抠眼 那现在呢,先起针 一共起十一针的单落纹 先这样绕上两针以后 开始起针 用的针呢,是织一边的针 这一针是因为扭的 我们把它这样套上 后边呢,正常的 好,这样套上就行了 不要扭它 起针方式跟一片 那个起针是一样的 起十一针 好 一、二、三、四、五、十一针 这两针就不要了 这样呢,就是两头全都是下针 第一针是直下针 第一行的都是直下半针 然后上针不织 调下来 还是织两行空心针 好,最后一针 不织把它放到这个右棒针上 这个线拉紧 到这个地方来 到这个地方来 找这个最底下这一针 就是直空心针的这一针 调起来以后 把这一针织一个下针 织一个下针以后 把最后这第十一针 把它拨收过来 这个地方的线不要使劲拉扯 拨收过来就行了 然后翻面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线还在绕回去 然后这一行呢 还是直下针 上针不织 因为也是个空心针 好 看它这个文物了吗 正常的直这一针的下针 一共就直这么两行 我都叫它一个空心针 实际上是直两行 这一个是下针 最后一针上针不织 把线绕上来 以后每一针都是这个样 不止空心针 最后一针也是这样 绕下来 好 然后再翻面 这个时候 这是第三行了 那就是全织单螺纹 第一针呢 总是织下半针 好 第一针是要直的 最后一针不直 然后再直 一上 一下 一上 一下 好 最后一针 把它以下针的形式 挑到右帮针上 然后呢 我们再上这儿 找这个第二针 就织边上的这个小辫 看到了吗 这个小辫 这是我们织毛衣的时候 第一针 那一针下针 这一针不织啊 把它 织一个下针 再把这一针 拨收过来 这样就连上了 边织边连 边织边连 就可以了 再跟着我看两遍 然后翻面以后 现在是到了正面行 这一针挑下来 不织 把线还是绕回去 线要拉得紧一点 正常的织 单螺纹就行了 往前织 好 这一针上针不织 把线绕上来 以上针的形式 把它挑下来 线呢 再绕回去 好 然后 这个第一针呢 我们要织这个下半针 使它这个侧面 形成一个 比较整齐的小辫 这样呢 这个边呢 会紧致 它好看 看到吗 这个边形成一个小辫 再织到头 剩下最后一针 是不织 好 这一针以下针的形式 挑下来不织 再上这个地方来 这是反面啊 反面对着我们 然后再挑下一个小辫 这个小辫 挑起来 织一个下针 然后呢 再把它 拨收过来 实际上是织了一个 右上二并一 就这样来织 这样织完以后呢 这个里面也很整齐 外面呢 也很整齐 好 就这样往下织就行了 织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留哭眼 好 自己再织一号 好 看到了吗 我们留的哭眼的这一行 把它还是这样 织过来 好 拨收过来 织完以后 翻面 在这一行 我们要留哭眼 哭眼呢就留在 从这边数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七八针上 就可以了 好 这一针还是这样 拉下来 这样是两针 三针 织了三针以后 这一针 进行一个 又刹 二并一 我留哭眼 给小孩织衣服 我都是留的这么简单的哭眼 然后 空加一针 后面正常在织 这样这个哭眼就留完了 因为缝的扣子都不大 所以就留简单的哭眼就行 不要留的太复杂了 其实太复杂了呢 更不好看 这个地方痕迹很大 好 因为衣服小 如果你织大人的衣服 你这个地方可以用 不断线的那种方法 留的树哭眼 也是可以的 最后一针不织 挑下来 这个地方的这一针呢 一定要轻轻的 不要把这个线使劲拽 使劲拽呢 它就容易 这个边呢 织的不紧致 好 织过来以后 看我的扣眼怎么处理 然后这一针也是 轻轻的织 不要使劲 拉这个线 轻轻的放下 就行了 第二针正常的织 上针 这是反面 三 四 五 六 看到了吗 这个枯眼 你就直接织一个下针 不要织扭下针 织扭下针 这个枯眼就没有了 就很小了 所以呢 就织个这样的下针 它就流出来了 这一针呢 还是织一个上针 你看 这个枯眼 就这么大 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再织 好 最后一针 还是把它拿下来 这个枯眼就完成了 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然后呢 再上下一个小边里面 再挑起来 再拨手过来 你看 这个样呢 比我们缝合呢 更好一些 缝合这个地方呢 会有两道楞就很 有毛槽的边 这个呢 没有毛槽边 正面呢 你看 衔接的也非常好 这个缝呢 也不大 就这样来织这个边 我感觉比缝合的 或者是 带着门巾一起织的 那样的呢 都好 这种方式 我不知道别人 是不是这样织过 我是自己这样想的 所以试了一遍呢 再正面织的呢 不如再反面织的好看 所以我又拆掉了 重新再反面织了一遍 这一针 轻轻的挑下来 先拉回去 就一直这样 重复织就可以了 它也不存在 你挑的时候 这个长 这个短 或者这个长 这个短 它都是正常的 每一针都这样织 就是挑这个边 还有这个小边 看到吗 到上面也是 就挑这个小边 而且呢 这个针也非常好找 这个边针呢 都是最后一针 第一针不织的 所以呢 它是两行 形成的一个小边 如果你第一针 和最后一针 也都织呢 你就要空一行 空一个针眼 一般的 我们不是很特别的呢 都是第一针 挑下不织的 形成的这种辫子 一个辫子 就代表两行 所以我们来回 正好挑这一个边 好 就这么往下织就可以 好 我再演示一遍 这个织扣眼 然后这个地方织过来 这是留酷眼的这一行 这个就可以拿掉了 不织过来 上正面来留 好 这是一针 两针 三针 然后 一 二 三 这边六针 它俩进行一个 右上 二 平一 空架一针 再正常织 你看 下面这个酷眼留的 都找不到 所以这样留酷眼 就特别好 八开年才有 要不然你合死 就看不到酷眼 看着简单 其实特别好用 正常往前织 最后一针 挑下不织 动作要轻 看 这样织的边了吗 特别好 然后 挑下半针 先右上 二平一 再空架一针 这样 你看 这一针 就直个正常下针 你可千万不要 把它这样织扭针 织扭针 这个酷眼就 锁死 好 这样织一个下针 这一针呢 还是上针 这样酷眼就流出来了 后边呢 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就不再演示了 这个地方继续往下 这样直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来看一看 这是反面 收的 这一条呢 比较粗 也比我们这样 再往上缝合的 那个要好看 然后看正面 正面这样 不扒开看 看不出来有痕迹 就好像带着直的一样 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 好 就这样往上 织就可以了 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 挑着一个小辫 那要是织这个 后领窝 这个地方 是一针一针的 收的针 这样的地方 怎么来织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 空一针 因为它是 一个小辫是一针 所以呢 我们要空一针 你像这个 我们不要挑这一个 要挑 这一个 这样中间就空一个 这样来织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在织的过程当中 感觉这个地方呢 太紧 那你就可以偶尔的插上一针 就是不空一针的 偶尔的 基本上不但用空 因为我拆过了一遍 所以呢 我就在最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空 织了这么一个 多织了一个 然后效果就比较好 挑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了 挑这两个针 让它这边是平的 不要这样 挑 要挑两个针 一起这样来织 那我演示一下 这个地方 还是继续往前织 好 最后一针 挑下来 第一针 织下半针 好 后面正常织 好 这一针还是 挑下来 上一针 是插到这儿 那我们中间 空一个小边 上这个小边里面 来吃 然后 挑过来 就这样吃 这是反面 你看 它也不刺刺歪歪的 没有那些毛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粗线条的 因为这是并针并的 看很干净 就是这个反面呢 很干净 正面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 我这个本身的一针呢 外边是两个下针 所以呢 你感觉好像 这个地方很宽 实际上呢 从这一针开始 才是门针 不要在意我这边 我这边是因为 排花不好排 所以呢 我加了两个下针 在这儿 这样织的这个门针呢 比带着门针织的 或者是缝合的 都要漂亮 特别是里面 因为线粗 不可能指那种 这个地方带个 毯的那种 就是霜的 那样的 太笨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这里面 既雨贴 也不毛躁 然后呢 还很漂亮 反面也是 再看这个边 看到吗 小边 小边 它好像是一个圆的一样 所以这个边这样织呢 也非常好 好 下面的呢 都这样织 织到底就行了 好 看这个地方 还剩下一个针角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这一行 直 空性针 下针直 上针不直 好 织过来以后 这一行 还是空性针 下针 上针不直 最后一针 把它 调这一个 还是把它这样 调过来 好 调完以后 我们就收针了 这一针 就先这样 也是调下来 这个下针 直上针 拨手过来 直上针 要直下针 线要从后面走 直下针 然后再这样 把线拿到上面来 这个下针 直上针 也可以这样 收的稍微紧一点 好 这个是上针 我们就直下针 和我们正常的 单路纹书针 是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断线了 好 断线以后 在后面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 这个边就全 织完了 你看 织完以后 这个边真的特别漂亮 就是因为 没有定型 也没有下水 你只看 门金这一块 这两针呢 是我花型的问题 因为还没有把它定型 定型以后 这些花都开了以后呢 它也会平的 你以后呢 也可以去 试一下 我感觉 比缝合的 和比带着门金 一起织身子这样的都好用 而且呢 它的反面特别整齐 好 今天就讲到这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